我覺得她的階段性任務快要達成了 所以 店面之後可能會做 先放掉專業 賣啊 欸 很久欸 很久沒有看到 三個月 三個多月了 覺得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還是有 他們很擔心我 所以還是有幫我安排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任何消息 所以我也就是放著等 排隊嗎 欸 她還在排 欸 她沒有打吧 欸 她打了沒 對不起 她打了沒 我比較少關注啦 不好意思喔 謝謝你們幫我照顧老人家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直接照顧我自己 你知道嗎 我可以騙生意嗎 我受影響 生意 呃 現在回復正常了 然後我覺得 喔 真的是放下心來 但其實我覺得 也是看看啦 因為這間店也三年多 快要四年了嘛 我覺得她階段性任務快要達成了 所以 沒有沒有 還在還在 欸 你是在高興什麼 你在高興什麼 你說嘛 那個咖啡廳 欸 它東區三百筆 一個月一百多萬租金買 對啊 他跟老闆說 欸 可不可以先不抽房租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都不抽嗎 都不抽 沒有啊 沒有啊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 已經開玩笑的啦 咖啡廳一直以來 賺錢就是網公司繳 我沒有特別 就是 沒去領錢啊 你們說可能會做 先放掉專項嗎 賣啊 如果真的可以轉得很成功 我就把它賣掉 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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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今天就開始賣 他現在是跟自己的 我跟爸爸的相 對 你問我爸爸的意思嗎 我問沒有 可以嗎 可以嗎 現在問 現在問啊 可以嗎 你知道他就是用一種 很不耐煩的語氣 然後跟我說 你自己想來 他要做他的事業啦 關心他跟那個去賣的方式 他真的有追求你嗎 他說沒有啊 人家那麼漂亮 應該看不上他吧 對啊 對啊 對 我如果那麼漂亮 怎麼可能